热风 提记 这是李津为LibriVox.org所提供的录音,一切LibriVox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LibriVox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LibriVox.org网站。 热风 作者 鲁迅 提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一缕破碎的穷苦孩子交卖报纸。 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尔还甚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 七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盘友节抗议排日运动,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的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隋赶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 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出几条犯论之外,有的是对于伏击、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化而发的。 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质俱在,无需与我多言。 五次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 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 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罪的风气之仙,早今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硬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李太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直笔喉舌的批评。 所以我的英识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以忍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 这,这正是我所悲哀的。 我以为凡对于石壁的攻击,文字须与石壁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雪伦之亮成戒窗一般,躺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她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她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 然而,无情的冷嘲和友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 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烈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提计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随赶录二十五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佑林,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 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族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 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 一面又佩服颜佑林究竟是做过赫须离天眼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瑞鸣的人。 穷人的孩子,捧头狗面地在街上转,扩人的孩子腰形腰式娇生娇妻地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地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小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财不财,生他的人,不负交他的责任。 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 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 因为无论如何,树木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 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于教育反备,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和。 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儒之和,赵丽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澳国人华宁盖尔,奥特·威宁格尔,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 找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妇男和嫖男两类了。 但这妇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妇,其一是人之妇。 第一种只会生,不会骄,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审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需受教? 如此看来,还该有复饭学堂了。 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 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需受教呢? 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需复饭学堂,这位先生便需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妇,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妇。 隋赶路二十五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隋赶路三十三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需想一个方法排除它。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掺进鬼话,弄的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五人出生之一点,识自其始,故人之根本在其。 故其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 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其却只是一个地,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 但这还不过比语奇怪罢了。 尤其可怕的是,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祸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异口吞入而尽补病。 据我所晓得的,是寇克博士发现,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现,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 勒珍·虎列拉菌,别人也发现了一种。 寇克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现的,的确不是病菌。 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力震,岂不危险一极吗?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座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 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秘密地插入鬼话。 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 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道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 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 他先说道:"仅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永天文静,然由不能吃此,以观天堂地狱也。 就知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引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虽然也分不出发现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 他说:"赤金天,有毒火坑,以水晶钙压制。 若于某星球将坏之时,集去某星球之水晶钙,则毒火大发,焚会明雾。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约恒星、行星、流星。 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试之,补下七千万万眼。 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备于行星。 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日面纯为大火,引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烟。 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式的十周记,讲地狱的也不过抄袭玉力超转,这神童算是糟了。 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 上面一篇,四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续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权匪假托贵神,制召联军之祸,击至国王肿灭,使者痛心棘手,故以吉矣。 又是指欧化东剑,钻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地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事。 必拨应于人人脑随中,自视而人心之敬畏决矣。 敬畏决而道德无根底发生矣。 放屁歇齿,肆无忌惮,真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权匪者。 这简直说是万恶都有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权匪了。 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败君父,近乎造反。 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厉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宁偏重道德》。 宁自原文如此,已是辟会的论文。 他说:"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尽量成此次之大战争。 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贼人道义。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智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为。 相尚于欺为,则或止于欺为。 相尚于智能,则其为莫由得而名义。 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 所以权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孔圣人,张天师父演由山东来,赶紧吉父,并无虚言。 父子原文如此,已传字之物。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 《灵学》杂志内,于傅先生达吴智辉先生书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 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房谷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 可惜近来北京战机,又映出一本《感险利明录》。 那有前任北京城隍、白芝和地险法师的问答。 诗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 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寄宫灵坛,所说之话疏难相信。 祭祖是阿罗汉,见私祸已尽,断不为此。 不知某会灵坛者是祭祖否,请示。 积云,成欲发愿,谨记思言。 某处坛,灵鬼父之儿,须知灵鬼即魔道也。 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 诗云的发愿,成皇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立真正统。 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言,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人无根底,科学也还该活命了。 其实,中国自所谓违心以来,何尝真有科学? 现在如道诸公,却竟把历史上一位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 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 使国人格外祸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 以上所影的话,不过随手捏出的几点黑影。 此外,自大步以至辟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 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据我看来,要救治这既至国王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阵的。 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这是什么缘故呢? 陈正敏《顿斋贤懒》有一段故事。 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所影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 现在只当它比语用。 说得好。 阳免中年得一级,每发雨,腹中有小声应之,久见身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重演。 但读本草取不应者致之,读至雷丸不应,虽顿服树立而语。 关于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 也许是扣克博士发现了虎莉拉菌时,菲菲尔博士以为不是真病菌,当面吞下去了,后来病得几乎要死。 总之,无论如何,这一案绝不能做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补记 隋赶路三十三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隋赶路三十五,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 一是爱国智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 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个个藏着别的意思。 智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 大官说保存国粹,是叫留学生不要去捡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 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 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哪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 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 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 但特别未必定时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种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 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遭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境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 但海境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湖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陈塘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陈塘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节奏暴虐,后有阴丸作乱,后来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湖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许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亿,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随感录三十五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随感录三十六,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绝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 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常改了称呼。 可见保存明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正义地位,急需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 这是急需劳力费心。 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 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试了世界,却暂时忍要在这世界上住。 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随感录三十六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感录三十七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 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 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 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于轩辕皇帝,轩辕皇帝传于尼古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 听说其中好处甚多,重要的举出两种来,是一,用在体育上。 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笑颜,所以需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才行。 以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笑颜。 无如竟不见笑颜。 那自然只好改图去练武松脱靠那些把戏了。 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 二 用在军事上 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 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肖说的了。 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削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骑扫倒,从此不能爬起。 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 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 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遇得枪炮? 我想…… 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盔里策。 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尽的程度,即内功。 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 可惜那一回正是名誉得完全失败了。 且看这一回如何。 随感录三十七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封,随感录三十八。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和群的爱国的自大。 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正把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一,是对庸众宣战。 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 照Nordale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 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 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 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 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 所以多有着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和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义,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 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视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 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 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 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蛇的人,数目极多,只需用帽子的长技,一阵乱造,便可制胜。 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 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受我吃亏。 大凡聚众滋事时,多聚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 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悲切。 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父亲灭羊等等,已领教得多了。 所以,多有这和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爱,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执多这一种自大。 古人所作所说的是,没一件不好,尊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 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底总是一致。 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波,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 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秉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及某子所说的云云。 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教化的。 霍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臭。 这是消极的反抗。 虚云,中国便是野蛮得好。 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混乱,那真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捷径。 从祖先混乱起,只要混乱到子孙,从过去混乱起,只要混乱到未来。 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吗? 这比丁更近一层,不去托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娇人。 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转重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家一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虚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 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 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食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虚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 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是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法国G.Lebon主民族文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精丹举其大意。 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 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树木上就万不能敌了。 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混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 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混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以便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 但我总希望这混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之百无一眠。 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 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以为。 只希望那般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混乱病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 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利益改变,扫除了混乱的心思,和铸成混乱的务势,如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掺蛋。 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混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 勒邦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了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 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硬说的。 只有张献忠这段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 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笑宴呢? 但我有一句话,要劝虚派诸共。 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到自然。 他是毫无情念,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 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 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再次着急。 唐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 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吗? 随感录三十八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感录三十九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新青年的五卷四号,映然是一本西剧改良号。 我是门外汉,开口不得。 但见《再论西剧改良》这一篇中,有中国人说到理想便含着轻薄的意味,觉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话却令我发生了追忆,不免又要说几句空谈。 据我的经验,这理想价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 民国以前还未如此,许多国民也肯认理想家是引路的人。 到了民国元年前后,理论上的事情灼灼实现,于是理想派深浅真伟现在姑且佛论,也格外举起头来。 一方面却有旧官僚的阳夺政权,以及以老受冷不过预备下山,都痛恨这一类理想派,说什么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更在前,不能大踏步摇摆。 于是,沉思三日三夜,异想出了一种兵器。 有了这利器,才将李字排行的元厄大队一律肃清。 这利器的大名,便叫金燕。 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便是高雅致致的事实。 金燕从哪里得来,便是从清朝得来的。 金燕提高了他的喉咙,憨憨忽忽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 道理哥哥不同,一味理想,殊堪通恨。 这时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财强种的时候,而且带着李字的,又大半是洋货,爱国之事,亦当排斥。 所以一转眼,便跌了价值,一转眼,便遭了巢骂,又一转眼,便连他的影子,也同全民时代的教民一般,竟犯了与众共弃的大罪了。 但我们应该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种外来的旧理想。 现在金燕既已登坛,自然株连着化为妄想,李和不分手从全踏在巢须底下,以赴列祖列宗的成规。 这一踏不绝过了四五年,经验家虽然也增加了四五岁,与素未经验的生物学学里死,渐渐接近。 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 一大批踏在巢穴底下的学习助攻,早经竭力大叫,说他也得了经验了。 但我们应该明白,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的。 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的。 奴才的树木多,新传的经验家也遇多。 带到经验家二世的全盛时代,那便是理想单倍轻薄,理想家担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 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 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将要扫除庭园与劈开地球混作一坛。 理想家说,这花园有晦气,须得扫除。 到那时候,说这种话的人,也要算在理想党里。 他却说道,他们从来在此小便,如何扫除? 万万不能,也断乎不可。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即使无名种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洪荣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如落。 国粹所在,喵不可言。 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许多经验家,理想经验双全家,经验理想未定家,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 还向宫里送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 这事不但溢出了经验的范围,而且又添上一个理字排行的厌恶。 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枉谈。 经验诸公,想也未曾经验,开口不得。 没有发,只好再次提出请教受人轻薄的理想家了。 随感录三十九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感录四十,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终日在家里做,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还有什么感。 只有几封信说道:"久违之语,时且加思。 有几个客说道:"今天天气很好。 都是祖传老店的文字语言。 写的说的既然有口无心,看的听的也便毫无所感了。 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 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叫我遇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 我有兄弟姊妹,有时供我玩耍,长来捅我切磋,待我很好。 我待他们也还不差。 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 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作合。 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 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动,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吧。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得好歹,意识地深浅,姑且误论。 但我说,这是雪的真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得老得,意气摇头,意气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地进行。 刑事上的夫妇,既然都全部相干,少得另去拼人肃娼,老得再来买妾,麻痹的良心各有妙法。 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肚子,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 我们所有的,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陷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中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 人之子醒了。 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般少得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 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得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鹰,便黄鹰搬叫,是吃消,便吃消搬叫。 我们不必学那才从四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身影。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我们要叫到旧账勾销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销? 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随感录四十,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封,随感录四十一,此次LibriB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是数麻石片。 原著江苏方言。 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数石片的好的意思。 因此又记起了本职通信栏内所在四川方言的洗煤炭。 想来别省方言中,乡类的话还多,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 反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躺于传来的鸡席有若干抵触,需一个惊斗变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 而且被公为的烙铁一般惹。 否则免不了标性利益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打逆不到为天地所不容。 这种人,从前本可以一道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 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微缩,不知不觉地也入了数麻石片党。 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 至于多人继续地研究,前仆后继地探险,那更不必提了。 伯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实施的成功地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虽然反对改革,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 即如文字一面,白话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笔。 照他的学说,本该去数麻石片了,他却又不然,只是莫名其妙地冷笑。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致老死。 我想,人缘同缘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议了。 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辨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便把戏给人看。 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 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利益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尽圆满的人类出现。 到那时候,类人缘上面,怕要添出类缘人这一个名词。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着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引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聚火。 此后如今没有聚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聚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臣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聚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见。 尼采说:"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逐流,使它干净。 度,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污蔑。 扎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 纵令不过一挖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 几粒石子,任它们暗地里制来,几滴汇水,任它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还算不到大污蔑,因为大污蔑也许有胆力。 随赶路四十一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赶路四十二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听着朋友说,杭州英国教会里的一个医生,在一本医书上做一篇絮,称中国人为土人。 我当初颇不舒服,仔细再想,现在也只好忍受了。 土人一字,本来只说生在本地的人,没有什么恶意。 后来因其所指,多寄野蛮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种新意义,仿佛成了野蛮人的代名词。 他们以此称中国人,缘不免有侮辱的意思。 但我们现在,除却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 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贞得的。 实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参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以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 拖大便,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蚂一样。 至于蝉族,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抵等的新发明了。 他们也喜欢在肉体上做出种种装饰,弯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唇弯开一个大孔,插上一只瘦骨,像鸟嘴一般,面上叼出兰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许多圆的长的疙瘩。 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蝉族这好法子。 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 自大与好古,也是土人的一个特性。 英国人乔治·葛莱任纽西兰总督的时候,做了一部《多岛海神话》。 叙里说他著书的目的并非权威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 他说,纽西兰土人是不能同那说理的,只要从他们的神话的历史里,抽出一条香类的事来做一个例,讲给酋长记师们听,一说便成了。 譬如要造一条铁路,倘若对他们说这事如何有意,他们绝不肯听。 我们如果根据神话,说从前某某大仙,曾推着独轮车在红泥上走,现在要访他造一条路,那便无所不可了。 原文已经忘却,以上所说只是大意。 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记师们一心重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躺能人手一边,便筑成了我们的东学西建,很使土人高兴。 但不知那一本的续上写些什么呢? 随感录四十二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随感录四十三,紫字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进步的美术家 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 美术家固然许有金属的技工,但有许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又能发声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决,不是公民团的首领。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 近来看见上海什么报的增刊《波克》上,有几张讽刺画。 他的画法倒也模仿西洋。 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尽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儿子一样。 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美术也是奇,学了体格还未匀成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 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镜物画,只能画招牌。 皮毛改新,心思忍旧,结果便是如此。 至于讽刺画这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更是无足生怪了。 说起讽刺画,不禁想到美国画家伯拉特莱·L.D. Bradley,1853到1957了。 他专画讽刺画,关于欧战的画,尤为有名。 只可惜千年死掉了。 我见过他一张秋收时之月,The Harvest Moon 的画。 上面是一个形如骷髅的月亮,照着荒田,田里一排一排的都是冰的死尸。 哎,这才算得真的进步的美术家的讽刺画。 我希望将来中国也能有一日出这样一个进步的讽刺画家。 随感录四十三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感录四十六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民国八年正月间,我在朋友家里见到上海一种什么报的《星期增刊》讽刺画,正是开宗名义第一回。 画着几方小图,大义是骂主张废汉文的人的,说是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所以读罗马字诗,全是外国狗叫。 但在小图的上面,又有两个双钩大字——扑克。 似乎便是这增刊的明目,可是全不像中国话。 我因此很觉这美术家可怜。 他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姑且不论,学了外国话,来骂外国话,然而所用的明目又仍然是外国话。 讽刺画本可以针边社会的顾及,现在是针边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纸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呢。 这几天又见到一张所谓扑克,是骂提倡新文艺的人了。 大致是说,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国的偶像。 我因此欲觉这美术家可怜。 他学了画,而且画了扑克,竟还未知道外国话也是文艺之一,他对于自己的本业尚且罩在黑坛子里,摸不清楚,怎能有优美的创作贡献于社会呢。 但外国偶像,四个字,却亏他想了出来。 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 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 就像欲催破,人类便欲进步,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驿站,与人道的光明。 那达尔文、易波生、托尔斯泰、尼采族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 在这一流偶像破坏者,扑克却完全无用。 因为他们都有缺故不拔的自信,所以绝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筹码。 易波生说:"我告诉你们,是这个,社会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 见国民之敌。 但也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恭维。 你才说:"他们又拿着称赞,围住你嗡嗡地叫。 他们的称赞是厚脸皮,他们要接近你的皮肤和你的血。 扎拉图如是说第二卷——《市场之音》。 这样才是创作者。 我辈即使财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 与其崇拜孔秋冠鱼,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波生。 与其牺牲于温将军武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 感想录四十六,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感想录四十七,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蓝亭絮。 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 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放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功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 张三寄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寄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 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 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师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功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 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 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 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需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随想录四十七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随赶录四十八 此次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秦寿,一样是圣上。 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 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见知道紫月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违心。 违心以后,中国富强了,用着学来的心,打出外来的心,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可惜,违心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 外国的心势力,却愈来愈多,愈忧甚。 紫月书云也愈己愈苦,愈看愈无用。 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别想了一样心号——西哲或曰西儒。 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 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紫月诗云也更要昌明。 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 本领要新,思想要旧。 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驮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 一言以蔽之,前几年未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未知,因时至宜,折中至大。 其实,世界上绝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四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 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驮了前辈先生活着。 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中。 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紫月诗云呢? 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这一日抬一回神语。 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稀静阴弦,能否驮着山野影翼,海滨已老,折中一世。 西哲一波声改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 随感录四十八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随感录四十九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凡有高等动物,躺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状,从状到老,从老到死。 我们从幼到死,既然毫不为奇地过去了,自此以后,自然也该毫不为奇地过去。 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状,居然也毫不为奇地过去了。 从状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异想天开,要站进了少年的道路,吸进了少年的空气。 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微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 所以社会上的状态,先是少年老臣,只待弯腰驱背时期,才更加异性传飞,似乎从此以后,才上了做人的路。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约别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总该推中国老先生算一甲一鸣。 万一当真成了神仙,那便永远请他主持,不必再有后劲,缘也是极好的事。 可惜他有究竟不成,终于个个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叫少年驮着吃苦。 这真是生物界的怪现象。 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 何以要延长呢? 不消说是想进化了。 但进化的途中总需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撞,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死。 个个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 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 远了远了。 明白这事便从右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地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 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 随赶路四十九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赶路五十三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左右 上海圣德坛伏击,由孟盛主坛。 在北京便有城隍白之将坛,说他是邪鬼。 圣德坛后来却又有什么真人下将,与别人不得擅自伏击。 北京议员王乐提议推行新武术,以强国强种。 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般天罡全英杰腿之流,大分冤丹,说他意志暴弃祖姓相传之国粹。 绿植社提倡爱事语,专门崇拜柴盛,说别种国际语,如伊豆等,是冒牌的。 上海有一种单行的颇客,又有一种报上增刊的颇客,后来增刊颇客等广告声明,要将送错的单行颇客的信件撕破。 上海有许多美术家,其中的一个美术家,不知如何散了火,便在颇客上大骂别的美术家,盲目盲心,不知道新艺术真艺术。 以上五种同业的内讧,究竟是什么原因,局外人本来不得而知,但总觉现在时势不很太平,无论新的、旧的,都个个起哄。 扶几打拳那些鬼画扶的东西倒也罢了,学几句世界语,画几笔花,也是高雅的事,难道也要同行嫉妒,必须声明鱼木混珠,累积火坟吗? 我对于那美术家的内讧又格外失望。 我与美术虽然全是门外汉,但很望中国有新兴美术出现。 现在上海那班美术家所做的,是否算得美术,原是难说,但他们既然自称美术家,即使幼稚,也可以希望长成。 所以我期望有个美术家的幼虫,不要是似是而废的木叶蝶。 如今见了他们两方面的成绩,不免令我对于中国美术前途发生一种怀疑。 画扑克的美术家说他们盲目盲心,所研究的只是十九世纪的美术,不晓得有新艺术,真艺术。 我看这些美术家的作品,不是拨制的路,便是畸形的美人,的确不胜高明,恐怕连十八世纪也未必有这类绘画。 说到底,只好算是中国的所谓美术罢了。 但那一位画扑克的美术家的批评,却又不胜可解。 研究十九世纪的美术,何以便是盲目盲心? 十九世纪以后的新艺术,真艺术,又是怎样? 我听人说,后期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的绘画,在今日总还不算十分成就。 其中的大人物,如Cezanne与Van Gogh等,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人,最迟的到一九零六年也故去了。 二十世纪才是十九年出头,好像还没有新派兴起。 立方派Cubism,未来派Futurism的主张,虽然新奇,却尚未能确立基础。 而且在中国,又怕未必能够理解。 在那波克上面,也未见有这一派的绘画。 不知那波克美术家的所谓新艺术,真艺术,究竟是指着什么? 现在的中国美术家诚然心忙目忙,但其必却不再单研究十九世纪的美术,因为据我看来,他们并不研究什么世纪的美术。 所以那波克美术家的话,实在令人费解。 波克美术家门口说新艺术真艺术,想必自己懂得这新艺术真艺术的了。 但我看他所画的讽刺画,都是攻击新文艺新思想的。 这是二十世纪的美术吗? 这是新艺术真艺术吗? 随感录五十三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感录五十四 自自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 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裱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网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禽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食拜蛇以至美誉带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被约了碎人士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 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黄福氏做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 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事,每复兴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 永聚之,旧然不去,心运不生,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 外人之平我者,为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于时事,各种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时,而彼之所谓改革者,绝不将旧日制度完全废止,乃在旧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层新制度。 世懒前卿之兵制便迁时,可以之无言之不谬言。 最初命八旗兵驻防各地,以充守备之刃。 即年月既旧,旗兵以腐败不堪用,红袖全旗,不得已,争目相怀两军以应急。 从此,旗兵陆营,并肩存在,虽变成二重兵制。 甲午战后,之鹿营兵力又不可视,来赴鞭链新式军队,于是并前二者而变成三重兵制已。 仅其兵遂已消灭,而遍遍唤行之鹿营,依然存在,总是二重兵制也。 从可知五国人之无彻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言之事实。 他若赫阳历新年者,符合英历新年,奉民国振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以查社会各方面,兼无枉而非二重制。 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是非之所以无定者,简阔言之,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祟而已。 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恐,既自命圣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 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个自相矛盾。 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地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忠敬寻不出位置的。 随感录五十四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近来时常听的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 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示。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 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 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 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它。 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 我们中国人,绝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它扑灭它的力量。 军国民主义吗? 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 无抵抗主义吗? 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 自由主义吗? 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 人道主义吗? 我们人生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 从古道经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 事举目前的力,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湖南灾民的布告,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宾科库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 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肖说,还是过激主义嘞。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得如果是主义,主义答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近,来得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 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 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嘞。 随赶路五十六,来了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赶路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高雅的人说:"白话比里浅漏,不知识者一审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比里浅漏,不必说了。 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字文其漏。 如我辈的人,正是比里浅漏,也不在话下了。 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园里说的君祖国的酒宝一般,满口,"酒要一呼呼,两呼呼,"菜要一叠呼,两叠呼,"的中日高雅,却只能在身影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 一道讲话,便依然是比里浅漏的白话了。 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仅至总共,不值一审,真是可怜杀人。 做了人类像沉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拍修府的鸣叫,将死的语言,诬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 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 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隋赶路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隋赶路五十八,人心狠古。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交离,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无所谓仰天恶腕,切齿三叹息者也。 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 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府,改胡符的一段话。 成文中国者,该聪明寻志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慎之所教也,仁义之所诗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技能之所诗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异行也。 仅王舍此而习远方之福,遍古之教,异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中国,故成怨王徒之也。 这不是与现在祖义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吗? 后来又在北石里看见继周靖帝的司马后的话。 后姓游妒记,后宫莫敢禁欲,与池炯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与仁寿宫见而悦之,应得姓。 后刺帝听朝,应杀之。 上大怒,丹寄从怨中出,不由近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凯杨素等追击,叩马见,帝太西约,武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吗? 别的例证,想必还多,我见闻狭隘不能多举了。 但即此看来,已可见,虽然经过了这许多年,意见还是一样。 现在的人心,实在鼓得很呢。 中国人躺能努力再鼓一点,也未必不能有鼓到三皇五帝以前的希望,可惜时时遇着新潮流,新空气激荡着,没有功夫了。 在现存的旧民族中,最和中国是理想的,总要推西兰岛的Veda族。 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谓西皇上人。 但听说他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 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 随感录五十八,人心狠鼓,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 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 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续拔,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现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 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 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 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 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 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比我见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嘛,也需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灼火。 是弹琴人嘛,别人的心上也需有悬索,才会出声。 是发生气嘛,别人也必须是发生气,才会共鸣。 中国人都有些不狠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寻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劣势,你何以一笔抹杀? 哼! 这话也是真的。 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吧,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 唐朝也有过砍下毕驳不失无赖的和尚。 从新的说吧,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 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 因为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击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 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 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步,只有这一个模型。 唐仙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释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 邦说:"皆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宇说:"彼可取而待也。 宇要取什么呢? 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 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 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 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为如此? 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 微福、子女、玉伯罢了。 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 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摔,身体却疲比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 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 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 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 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 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 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 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比,单要由我喝进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时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需防那来了,便够了。 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 他们因为索性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烟。 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隋赶录五十九,圣武,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隋赶录六十一,不满。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欧战彩了的时候,中国狠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 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忍者,比野蛮尤其野蛮。 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但要问,照我们的意见,怎样才算有人道呢? 那答话,想来大约是收回置外法权,收回租借,退还庚子赔款。 现在都很渺茫,实在不合人道。 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 那答话,想来只能…… 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绝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个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不失、捐助的。 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 若论皮毛,却总算略有进步了。 这回虽然是一场恶战,也居然没有食肉倾皮,没有仪奇设计,而且新兴了十八个小国。 就是德国对待彼国,都说残暴绝伦,单看彼国的公布,也只是囚徒不给饮食,村长挨了打骂,平民送上战线之类。 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算得什么稀奇? 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 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 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 看吧,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随赶路六十一,不满,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随赶路六十二,恨恨而死。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 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烂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 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 诸公,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弱水去黄河几丈吗? 火药除了做鞭豹,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吗? 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 骨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 桑坚谱上如何情形,自由恋爱怎样态度? 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点毁吗? 四斤的蛋,您能挑吗? 三里的道,您能跑吗? 他们如果细细地想,慢慢地毁了,这便很有些希望。 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 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 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鸟,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讨他们的负责。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功礼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 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 隋赶路六十二恨恨而死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隋赶路六十三》《与幼者》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游岛五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 时间不住地移过去。 你们的父亲的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象的了。 大约像我在现在,吃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吃笑可怜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 我为你们记,但愿这样子。 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地拿我做一个塌脚,超越了我,向着高得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 人间很寂寞,我单能这样说了就算吗? 你们和我,像尝过血的兽一样,尝过爱了。 去吧,不要将我的周围从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吧。 我爱过你们,而且永远爱着。 这并不是说,要从你们受父亲的报酬,我对于,叫我学会了爱你们的你们的要求,只是受取我的感谢罢了。 像吃尽了轻的死狮,住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 我的一生就令怎样失败,怎样胜不了诱惑,但无论如何,使你们从我的足迹上寻不出不纯的东西的事,是要做的,是一定做的。 你们该从我的倒闭的所在,跨出新的脚步去。 但哪里走,怎么走的事,你们也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索出来。 幼者啊! 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敬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吧。 前途很远,也很暗。 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走吧! 勇猛着! 勇猛着! 勇导士是白话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段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七创的气息。 这也是时代的关系。 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七创,只有爱依然存在。 但是对于一切勇者的爱。 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随感录六十四,有无相通。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交给他们许多拳脚。 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英杰腿,包装腿,弹腿,杰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善尽美之体育,强国保重尽在于死。 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某某梦,某某魂,某某痕,某某影,某某类。 什么外史,去史,会史,密史,什么黑幕,现行,什么躺牌,吊榜,车柏,什么依稀轻轻我我,呜呼奄奄音音,续在凤凤于语,那阿斯拉朗不要命恐罪。 直立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啊,主公有着许多经历,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啊,主公有着许多文才,大可以一几页有用的新书,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吧。 隋赶路六十四,有无相通,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隋赶路六十五,暴君的陈鸣,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成功拟罪很严重,肾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人后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 后来细想,孰不尽然。 暴君治下的陈鸣,大敌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验足暴君治下的陈鸣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吧,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高高的剧本《暗茶史》,众人都禁止他,鹅黄却准开眼。 大事件则如寻服,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暴君的陈鸣,只愿暴政抱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陈鸣的可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 死的说,哎呀,活得高兴着。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陈鸣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录,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它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绝不因此回头。 无论什么黑暗来防犯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养,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机里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昨天,我对我的朋友L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L很不高兴,说这是Nature自然的画,不是人们的画,你应该小心些。 我想,他的画也不错。 随赶路六十六,生命的路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致食及罪恶,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其致食来了。 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躺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别的用,那就免得专业卖肉建肠了。 然而猪羊满脸呆气,终生糊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 所以,诚然,智食是要紧的。 于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食。 地球是圆的,圆质有七十多种,X加Y等于Z。 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见一种日报,却又将我的确信打破了。 报上有一位虚无哲学家说,智食是罪恶、脏物。 虚无哲学,多大的权威啊,而说到,智食是罪恶。 我的智食虽然少,而确实是智食,这倒反而坑了我了。 我于是请教老师去。 老师道,呸,你懒得用功,便胡说,走。 我想,老师贪图述修吧,智食倒也不如没有地稳当,可惜,粘在我脑里,立刻抛不去,我赶快忘了它吧。 然而迟了,因为这一夜里,我已经死了。 半夜,我躺在公寓的床上,忽而走进两个东西来,一个活无常,一个死有份,但我却并不诧异,因为它们正如城隍庙里素着的一般。 然而,跟在后面的两个怪物,却使我吓得失声,因为并非牛头马面,而却是羊面猪头,我便悟到,牛马还太聪明,犯了罪,患上这猪躬了,这可见,智食是罪恶。 我没有想完,猪头便用嘴将我一拱,我于是立刻跌入鹰府里,用不着九等烧车马。 到过鹰间的前辈先生多说,鹰府的大门是有匾额和对联的,我留心看时,却没有,只见大堂上坐着一位阎冷王。 稀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 大约前世山外之物,带不到鹰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做了大官。 他只穿一件极简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食吗? 狼翁脸上毫无表情地问。 没,我是记得虚无哲学家的话的,所以这样答。 说没有便是有,带去。 我刚想,鹰府里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脚一插,跌出阎罗殿去了。 其实跌在一座城池里,其中都是青砖绿门的房屋,门顶上大抵是杨灰做的两个所谓狮子,门外面都挂一张招牌。 躺在阳间,每一所机关外总挂五六块牌,这里却只一块,足见地皮的宽裕了。 这瞬息间,我又被一位手指刚插的猪头叶拆,用鼻子拱进一间屋子里去,外面有匾额是油豆滑跌小地狱。 静得里面却是一望无边的平地,铺满了白豆伴着铜油,只见无数的人在这上面跌倒又起来,起来又跌倒。 我也接连地摔了十二跤,头上长出许多疙瘩来,但也有静在门口坐着躺着,不想爬起,虽然静得又汪汪的,却毫无一个疙瘩的人。 可惜我去问他,他们都撑着眼,不说话。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听见呢,还是不懂,不愿意说呢,还是无话可谈。 我于是跌上前去,去问那些正在乱跌的人们。 其中的一个道,这就是罚智食的,因为智食是罪恶,脏物,我们还算是轻的呢,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 他气喘吁吁的断续的说,现在昏起来吧。 迟了。 迟了。 我听的人说,西医有使人昏睡的药,去请他注射去,好吗? 不成,我真因为知道医药,所以在这里垫,连针也没有了。 那么,又专给人打马飞针的,听说多是没智食的人,我寻他们去。 在这谈话时,我们本已划跌了几百娇了,我一失望,便更不留神,忽然将头撞在白豆稀薄的地面上。 地面很硬,跌势又重,我于是糊里糊涂地发了婚。 啊,自由,我忽然在平野上了,后面是那尘,前面望得见公寓。 我仍然糊里糊涂地走,一面想,我的妻和儿子一定已经上京了,他们正围着我的死尸哭呢。 我于是扑向我的驱客去,便直坐起来。 他们吓跑了,后来竭力说明,他们才了然,都高兴地大叫道,你还阳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呢。 我这样糊里糊涂地想时,忽然活过来了。 没有我的契合儿子在身边,只有一个灯在桌上,我觉得自己睡在公寓里。 尖闭的一位学生已经从戏园回来,正哼着先帝也……咧,可见时候是不早了。 这还阳还得太冷静,简直不像还阳。 我想,莫非先前也并没有死吗? 倘若并没死,那么猪浪翁也就并没有做联罗王。 解决这问题,用智识究竟害怕是罪恶,我们还是用感情来决一决吧。 十月二十三日 智识及罪恶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事实胜于雄辩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西哲说 事实胜于雄辩 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经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一样,没有错。 这……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放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使某国人的唾余的,是在中国上,加上我们儿子,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静静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 十一月四日 事实胜于雄辩 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孤学恒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复刊》上,看见世芬先生的杂感。 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居于的老先生,竟不知事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恒主公谈学礼。 伏所谓学恒者,据我看来,时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侯光,虽然自称为恒,而本身的称心尚且未曾定好,更合论于他所恒的轻重的是非。 所以绝用不着教准,只要咕一咕就明白了。 慧言说,咒译之作必屈雅音以重文,咒译如此,数作可知,符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答义,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横,不能自了,何以恒人? 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 看吧,诸公怎么说? 慧言云,杂志尔利,慧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慧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慧言就是序,异于杂志尔利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憨漫了。 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径之责。 故庭林曰,人之患再好为人序,其此之为乎,故欲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于良知,犹豫商家以道德,娼妓以真操也。 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径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 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晦系地言了起来呢? 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欲商家以道德,娼妓以真操也了。 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却》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绝非悬控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生者也。 查因极之力的摩尔,并未作Perviuto,虽约知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佳宣呢? 与古未闻独始之陀,再经不云宁古之塔,其句如此,正可谓有病之生了。 《国学直谈》中说,虽三皇辽阔而无疾,五弟靖申先生难言之。 人而能辽阔,已属其文,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弟和靖申先生皆难言之,亦是五弟之事,靖申先生也难言之呢? 推多情理当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靖申先生难言之者,乃至百家言皇帝,而并不止五弟,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弟本记,又何尝难言之? 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吗? 继《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见谈,谈多称虎,当其谋是绝世之状,闻者显不色变,退而寄之,以自灰穴之类也。 孤不论其能见谈谈,床上安床绝世之状,忠于未继而变色的事,但姿灰穴,也可谓太远于事情。 唐使弹,姿灰穴,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 季又云,昌者,心鬼而高虎牙者也,刚作心鬼,便高虎牙,实在可命,那么虎不但识人,而且也识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现。 于杖人行的骑手道,楚王无道杀无赦,覆巢之下无玩家。 这无玩家虽比无玩卵兴齐,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妇,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 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月全转,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迫彼等的房子。 倘说是因为鸭运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运。 鸭运至于如此,则翻开诗运河壁的六麻来,写道,无玩蛇,无玩瓜,无玩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 采集有所物,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物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卢额眉,山也,则约记游,采留纺碑,物也,则约日记。 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物里,一列举便不古了。 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做,浙江采集植物游时免记。 以上不过随手时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终止了。 因此,朱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 闻且未亨,礼将安托,穷将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朱公抛计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躺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 可惜的是,与旧学并无门禁,并主张也还不配。 唐使自据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残簧杀人。 横了一顿,仅仅横出了自己的株量来,与新文化无伤,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朱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孤学恒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为俄国歌剧团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不知道 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 然而我偏要这样说 俄国歌剧团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盒 你们还是回去吧 我到第一舞台看俄国的歌剧,十四日的夜间,是开演的第二日 一入门便是我发生异样的心情了 中央三十多人,旁边一大群兵,但楼上四五等中还有三百多的看客。 有人出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是我想,唐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吧。 沙漠在这里。 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流动而且歌影的云。 兵们拍手了,在接吻的时候。 兵们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时候。 非兵们,也有几个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时候,而一个最想,超出于兵们的。 我是怎么一个贬侠的人啊,这是我想,唐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吧,唐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沙漠在这里,恐怖的……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你们漂流转喜的艺术者,在寂寞里歌舞,怕已经有了归星了吧……你们大约没有复仇的意思,然而一回去,我们也就被复仇了。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士在这里……。 呜呼……这便是我对于沙漠的反抗之歌,是对于相识以及不相识的同感的朋友的劝诱,也是为流转在寂寞中间的歌人们的广告。 四月九日 为俄国歌剧团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无题 自自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 我站在门口贴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 回去要分典型给孩子们,我于是乎到一个制堂公司里去买东西,买的是黄梅珠古绿三文质。 这是盒子上写着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气味了。 然而不得,用英文不过是chocolate apricot sandwich。 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梅珠古绿三文质,付过钱,将它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扎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梅珠古绿三文质。 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 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它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绝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绝没有偷窃的事。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这伙计的尖头说:"不必的,我绝不质疑多拿一个。 他说:"哪里哪里,赶紧撤回手去,于是惭愧了。 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它一定要强变,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 吃着分盛的黄梅珠古绿三文字,看几页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无题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以震其奸身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唬他们。 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寒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学家博国学为不足道故,为沟舟格哲之文以振其奸身眼,亦读之欲偶,再读之昏昏睡去意。 另叫 我先前只以为沟舟格哲是古人用它来形容浙谷的提身,并无别的神意思。 亏得这文字感想,才明白这是怪浙谷提得奸身了,以此责备它的。 但无论如何,奸身却不能令人欲偶。 闻这股提而呕着,事故无止,即文章论,月若旗鼓,注视纷纭,意及东庸,权点不断,这总该可以算是奸身的了,可是也从未听说,有人因此反胃。 呕吐的原因绝不在乎别人文章的奸身,是在乎自己的身体里的,大约因为国学积蓄得太多,比不及且,所以涌出来了吧。 以正其奸身的正字,从国学的门外汉看来也不同,但也许是为守名所悟的,因为牌字印报也是清学,或者也不免要以正其奸身。 否则如此国学,虽不奸身,却是恶作,正是一读之欲偶,再读之必偶一。 国学国学,新学家既博为不足道,国学家又道而不能恨,你真要道尽图穷了。 九月二十日 以正其奸身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所谓国学。 自此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现在爆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仪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 商人仪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志众不在书籍而在古董。 仪老有钱,或者也不过了以自愚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雷地借此获利。 还有茶商、盐饭,本来是不齿于世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课书为名,想挨进仪老仪少的士林里去。 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变不出是原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年年、景义,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绝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末、别硬什么精华、什么大权之类来搜刮。 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 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教刊,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 然而,错字叠出破句年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典,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王谷,所谓文豪,轻轻握握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队,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 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 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严犯茶商,要凭空挨尽,国学家队里去了。 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语为最甚,中略,于于刻鱼之辖,不惜浪费笔墨编串事实,做一篇小说以赏乐者,想以乐者所乐文也。 原本每句都密权,精从略,以审排功,乐者量之。 国学乃如此而以乎,是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如铃和文愿传吧,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红儒,可有一个以拆白赏乐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心理了,你们不是讲国学的吗? 所谓国学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儿歌的反动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一,儿歌,胡怀称 月亮,月亮,还有半个哪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什么? 当镜子照 二,反动歌,小孩子 天上半个月亮,我倒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镜子了。 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零花式的、宝像花式的镜子耶,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耶,我于是乎很不有趣耶。 锦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者敢往行极难,人心不古,梁足凯然,然败读原诗,亦存小诗,躺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哪里去了,积成全壁矣。 胡先生素善改靴,当不以笔言为和汉也。 夏立中秋前五日,某生者紧住。 十月九日 儿歌的反动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风 一世之学说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从学灯上看见博无秘军新文化运动之反映这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星报来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扬扬扬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吧。 而且还有作者无秘军的照相,记者又在论前介绍说,京阳无秘军,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现为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均既精通西方文学得其神随,而国学富含养甚深,尽主传《学恒》杂志,以提倡实学为任,实论崇之。 但这篇大文的内容是很简单的,说大义,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着,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四立学术,身亏惊严,观其全体,而贯通彻物。 然后,凭情恒理,执中欲物,造成仪式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 而可恨,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足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便忽而绅士浩大起来。 殊不知,物极必反,理有固然。 于是,尽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见多了。 这就为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 然而,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位。 读者信物因武论列于此,而遂以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云。 反应的书报一共举了七种,大体上都是执中欲物,宣传正轨的新文化的。 现在,我也来少见一回。 一、明星周报 二、京士报 三、亚洲学术杂志 四、史蒂学报 五、文哲学报 六、学恒 七、湘君 此外便是吴军对于这七种书报的平情恒理的批评了。 例如,明星周报 自发刊已至停版 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兴世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朝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留矣。 至于湘君只用白话及标点,却又别有道理,那是学恒本势理之真,故俱斥粗裂白话及英文标点,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的。 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 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 但最贯通彻悟的是拿《京士报》来做反应。 当《京士报》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万恶笑为先的谣言,而他们却早已发过许多重慎的高论,可惜现在从《日报》变了月刊,实在有些萎缩性。 现象了,至于,岂于君臣之轮,令下心解,亚洲学术杂志意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实在并不错。 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应,而吴君又以为,则过矣,那可是自己则过矣了。 因为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君,当然是帝王,而不是大总统。 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 国粹学报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监设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太没见识处,就是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等尽情风起云涌的书报。 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说通妥白话的。 十一月三日 一世之学说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不懂得音译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家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凡外国人的姓名用英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躺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绝不至于还会说废话。 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生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扶在暗地里制食子的人来嘲笑了。 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图戒纳夫、郭戈里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英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地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躺步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亡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 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民,阿难陀、石叉难陀、九摩罗石婆,绝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民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毅力推出原因来。 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科博奸,唐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科府上的老爷,科仲卿的宁凶的吧,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 其实是俄国的Cropking。 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yevsky呢,还是Toystoy了。 这图杰纳夫和郭格里,虽然古雅赶不上科博奸,但于外国人的弑性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异界的长袭,比起六朝和尚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 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治食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吗?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到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签项,而且还需去改正。 即如柯博奸,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八经了,但第一音既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 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屡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智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义英也加以嘲笑,却可以算得一种古静的奇闻,但这不特是视他的昏鱼,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遵义,则怎么办呢? 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侧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侧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养鬼子,例如,图建纳夫的《猎人日记》,《国歌里的寻暗史》,都题为养鬼子著。 下策师,只好将外国人民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泰之类,例如进化论是唐伯虎提唱的,相对论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现美洲的则为黄三泰。 唐布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英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开手有一篇长续,是王国为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而他的续文中有一段说,按古简所出,为帝凡三,中略,其三则和田东北至尼亚城,即马赞托拉伯拉华史德三地也。 这些异音,并不比图杰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 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 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 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的同乡斯坦英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字里,将汉禁剪读绝去了,不但绝去,而且做出书来了。 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册,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或之于春生普伴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图杰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 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甘情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策足其间折业的了。 但我于续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赞托拉·伯拉华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赞托拉,三是巴拉华史德。 所以,要清清楚楚地讲国学,也仍然许欠外国字,许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不懂的音译 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帝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渐期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觉美点,想删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 即不然,或者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着作家更其身,或者叹息现代作品只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跳。 虽然似乎微词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者捞一点头脑板智的先生们的唾语,或者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见他,则我以为为是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 是将粗浅的事来比吧。 譬如厨子做菜,有人评评他坏,他顾不应该将锄刀铁斧交给批评者,说道你是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世家之辟,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后的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忘他们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 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指导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录诗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翻菜馆的区别。 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学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辩的,但有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及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有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形实,正看过几本他所作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一本的时候,往往抵为不足尺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 创作只可遵,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 所以批评家若不就是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 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若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谈谜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渐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渐奇怪了,是坏现象,与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孟华军对于汪靖之君《会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军答复张红熙军的信。 一 胡军因为《会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嫖我意中人,便刻意和金平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 金平梅卷手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一样。 例如胡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平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军的主张也等于金平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 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平梅,看见一个嫖子,便即穿着到别的事情上去。 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尽,躺尽如此不尽,则即使瘦瘦不轻,后来也就会嫖,以至于嫖以上的等等事。 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平梅了,又何有余会的风。 二 胡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会出家的话,便说是污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 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同和,失了批评的态度的。 其实,一个和尚会出家,并不是怪事。 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会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 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吗? 非会出家而和? 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在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污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 这正如胡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污蔑了普天下的诗人。 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于文艺界风马牛了。 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作诗便犯了奇语解。 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涅爆,可怕得很的。 三 胡军说汪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莉,我以为是对的。 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曲,为事诟病,正无可会。 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吗? 这可奇特了。 雪莉我不知道,若歌德及Gate,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 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曲,并没有为事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 而且对于胡军所说的,自耳识之丰盛,歌德雪莉之真人格,虽不为国人所知,无实者流更枉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 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军可曾过了五十岁,他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部一回头嫖我意中人的事,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林默,则我对于胡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 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意,迎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 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 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 胡军的眼泪的确洒得飞其地,飞其石,未免万分可惜了。 奇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说近人用先生和军,很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 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军,但初一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现在声名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万物纠正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汪元放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教证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谁料刘碧却无穷,一般小平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教改,这也教改,又不肯好好地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横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复印,自然是各随各辩。 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十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 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秦军续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于虽都加以纠正,然是简之处,势必难免。 我只有错字很多的十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页,便觉得还是十印本好,因为陶军与十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十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拆带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一,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求恒头上包着粥帕,突见吃猪,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 吃猪笑道:"往后再商量吧!"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实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孝字都改成简子了,叫他们一简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胜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愤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一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吗? 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贱。 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以足以表建于世的意思。 这实在使我,成惶成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 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 现在,我再次敬向汪先生写我的粗书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定证,改为《汪元放军未经成了古人》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深热头痛之际 书 万物纠正 结束 鲁迅杂文集 热风 极小见大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盲消火焰似的起来,又盲消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沈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启灭,竟只关于一个人。 唐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奖议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极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辈子花园里面,有某次梁碧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有三块墓碑,可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子。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坐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极小见大,结束。 鲁迅杂文集热封全书录完,此次录音由李金提供。 鲁迅—— 鲁迅 鲁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